韩国犯罪黑帮电影《新世界》 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警察、黑帮卧底和黑帮老大之间的关于阴谋与背叛的故事 《新世界》曾被韩媒称为韩版吴建道 但却并非像吴建道那样双线发展 在人物性格和一些情节发展上也有薄弱之处 说实话,我看完完全全没想到跟吴建道有什么关系 毫无疑问,两个片子都是黑帮片 故事主角也都是卧底 但两个片子整体的基调完全不一样 吴建道明显是偏向理想主义的 而《新世界》则是实打实的现实主义黑帮片 除了丁青对李子诚的激情外 情感因素不过是理智的衬托 我觉得这是一部相当精彩的黑帮卧底片 结局挺现实的 卧底不一定都是那样正义的 因为卧底也是人 只要是人为了生存 面对命运的压迫就会反抗 这与正欲与否无关 这才是真实的人性 这部电影在兄弟情上刻画得很令人动容 而黄正民 李正仔 二位实力派演员也奉献了精彩的对手戏 崔敏植大叔正常发挥 全片的质感很像极恶非道 透着刚猛和灵力 而很容易让观众领略黑帮片的独特魅力 总之是一部出色的警匪电影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